今初有聚 無畏無聚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 范正宏 那今天大盤呢 就震盪了 當然說台股最近也蠻硬的 昨天美股是跌的嘛 但是今天台股呢 台積電沒有跟著跌 那台股自然就在那邊震啊震啊 今天全天震幅也不到100點 就99點啦 然後呢 整個顧量呢 也說到2000億以下 大概是新春開放盤以來 首日的這個量呢 是低於這個月均量的 那當然今天整個盤是海豚盤 早上就想說 可能是個睡覺盤 不過今天海豚的持股 欸不錯喔 稍微小睡一下之後 起來竟然動了 那是哪一檔 大家應該也知道了 就是我們的小飛象 那個藥漆 我們的龜龜凍丸呢 換小飛象凍 那什麼時候換我們的老虎凍一下呢 我們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好 那今天就簡單來幫大家看一下盤勢啦 因為今天其實昨天晚上 美國呢 也沒有什麼特別太大的新聞 也沒有太大的新聞 基本上就是繼續反映呢 上禮拜這個飛農數據 跟這個服務業PMI 帶來的這個降息的時間點 跟這個停止升息的時間點 都有延後的這個狀況 好 那脫空頭排列股票加速佔大滿比例呢 基本上啦 這個目前短線多頭加速已經來到71.27% 算是已經相當相當的過熱了 等於71.27%的股票呢 都已經進入一個多頭的一個狀態 短線的一個進入多頭的一個狀態 那長線呢 也來到56.28% 那就持續留意啦 海豚健上上禮拜就跟大家提醒了 就是說 當進入過熱區之後 短線呢 開高走低啊 或是受上影線啊 或是資金輪動 速度加速 這個狀況是會變得更明顯的 所以其實今天也滿明顯 有一些這些狀況的啦 就滿多股票 昨天漲了今天就休息了嘛 然後昨天沒動的 今天又換他們動 然後也開始有一些股票 開始出現上影線了 大家稍微就留意一下 追價的風險 是持續提醒大家 好 那價權指數的部分呢 鍵上 好像也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今天就全天震盪 而且又亮縮 那整體看法也沒什麼改變 短線 沒有頭部現象 那真的跌下來呢 下面十字線 是第一道關卡 下面又有什麼 又有月線 又有季線 半年線目前也是上揚的 那目前半年線扣的位置呢 是說 準備接下來大概兩週時間會扣高啦 不過基本上 應該頂都算是走平啦 只要短線指數比較大頂 那海豚眼常跟他講 那你最小的翻空的條件是什麼 你至少出現兩週的頭部 那兩週頭部現在有嗎 好像也沒有嘛 那至少十字線你要去扣高 所以算一下還有幾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跳掉了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所以你要四天之後呢 十字線才會扣高 那四天是什麼時候 今天是禮拜二嘛 所以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然後再是下禮拜一 所以下禮拜一 這個才會扣高 那目前為止看來這禮拜 因為十字線目前 都還是處在一個支撐的狀態啦 當然說除非明天起來 就直接破萬五 不過我看起來應該 這個機會應該是不大啦 因為 除非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耶 為什麼 因為今天晚上 半夜凌晨 凌晨一點半 一點四十分 包爾要發表談話 市場就在擔心了 這個等下回來再講 我們先回來繼續看大盤 所以基本上海豚看法就很簡單啦 雖然海豚長線還是偏空的 海豚要重生 長線也是偏空 但短線既然技術面 告訴我們要做多 那我們就還是偏多處理啦 那海豚也可以跟大家講說 目前呢 海豚一樣是多空單都有 還是有空單哦 只是空單比例就是降的比較低了 就變成多單是比較大的比例啦 所以建設上 這樣子多空去調整 一方面可以規避可能系統性的風險 一方面就順勢操作這樣子 因為整個盤式是 目前是比較 處向一個技術面的 技術面的多頭 所謂技術面多頭就是 無機之坦啦 沒有基本面的反彈 因為你說不管什麼 半導體啊 還是電子業製造業 現在都在談那個復甦預期嘛 可是你要想 一個是復甦失敗的話怎麼辦 就要跌回去嘛 那第二是什麼 啊真的復甦了 那你都已經反應完了 那你後面要長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還是比較偏向技術面的反彈 就無機之坦 那也會說 2008年、2009年的無機之坦之後就 煩多了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那個時間點的當下有什麼 有聯準會的QE啊 跟降息嘛 可是這一次聯準會還在升息啊 所以並沒有資金面 所謂的資金的動能 並沒有出現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反彈上來呢 就是看 是151616就壓住了呢 還是要反彈到16700點 這個是蠻大的差距 所以呢 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現在在做空的話 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 空單的比重的一個狀態 一定要控制好 要不然的話這尬上去 等到把你尬出場 搞不好才真的要翻空 那也可能之前有說過嘛 這個盤可能真的是要把空方尬到 全部認輸 然後市場完全的樂觀之後呢 才要開始真正的 翻空 甚至是下跌 那目前有沒有這個現象呢 其實有一點那個味道了 因為 從 從美國的那個恐懼太陽指標 線上已經來到70以上 算是接近過熱區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是有的 只是說短線技術面並沒有出現 因為從美股來看的話 艦上也沒有出現比較明確的破線 雖然說這兩天可能連續的弱勢 目前看起來就還是 並沒有出現短線的反轉跡象 所以我覺得就先 持續偏多 偏多震盪看待 然後中小型股 找業績提財的 去找投機一些投機股 就是 短線操作可以啦 海豚要說你要報場 我是比較不建議啦 那海豚的 那當然就是 今天我表現就是 5284的 JPPKY啊 那今天在Lite 也有跟大家講 就是海豚什麼時候就跟大家去做分享 我們稍微 這個圖我沒有準備啦 但基本上是在 12月15號 12月15號 這一天 創高的時候 那天學員還說 海豚一公佈 我完就會整理 就會就會修正 可是呢 基本上基準面看好 我覺得 海豚說過 如果你持有了股票呢 是有基本面 有成長性的 跌下來容易會怎樣 容易有人會去承接 就像海豚嘛 海豚是在這一天的跌的時候去承接嘛 那這一天就是海豚買進的力道嘛 那後面可能就是其他人的 的買進力道 就自然就撐住了 所以大盤即變 可能後面表現的 同期的大盤表現 可能在這邊是去做修正 可是問題是 比較好的 有基本面的股票 就是有人會去承接 自然表現就比大盤更強勢 那自然昨天公佈營收 月增率15.12% 年增率48.51% 這昨天的節目也有講嘛對不對 那這部分呢 基本上雖然說 因為泰國沒有在放假 那海豚昨天也特別去查一下 泰國什麼時候才放假呢 他們潑水節是在4月 潑水節是在4月 可是他們放的也沒有像台灣那麼久 他們大概就是連休個4、5天 還有喊這個6日 所以對於4月的營收 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減幅啦 就是點多稍微少一點 但是呢 界上表現也不會太差 所以我覺得後面 似乎還是可以持續樂觀去做看待 那當然技術面看就很簡單啦 今天低點不要破就好了嘛 因為今天是一個亮真的紅K嘛 常看海豚節目的人應該都知道 這個是海倫操作上的SOP 希望大家簡單的防守策略把它學起來 介紹今天低點破 我們應該還是20%啦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大家有沒有機會往上漲 就看它嘛 願意帶我們去哪裡 我是不太想再去辦這個 4763的材料KY的錯了 那時候我們買在120幾吧 170我們賣掉 賺30%很開心 結果後面買不回來 想說疊下去要接 結果買不回來 或者魚尾就給別人賺 很大一塊 但是呢 這個5284海豚就 這次就不要一次賣光了 海豚就上去呢 到海豚的接近海豚目標 海豚就先減碼 海豚就先減碼 剩下部位就看 它能帶我們去哪裡 好 這個是JPKY的部分 基本上還是持續偏多看啦 因為它線型什麼的也沒被破壞掉啊 那只是像材料KY 都已經講到這裡了 要不要再去做 這個就留給大家去做思考 因為見上海豚應該是 先看看吧 先看看它後面的整理狀況再說 因為畢竟長多呢 整理的就會久 整理的就會久 所以這個就留給大家去做參考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簡單到這邊啦 一樣啦 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操作 即便呢 是海豚告訴你了 JPKY後面很好 你之前也還是不敢上車的 那就歡迎大家就是 加入海豚的 加入海豚來當海豚的學員 那當然 還沒有加入海豚來送五千的 記得掃一下QL Call 那喜歡海豚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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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